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的是有很多赞助商能让他们节目继续做下去 另外李雪芹的荧幕首秀电影《宝女平安》也在12月31日上映 大盆导演新作《镇荣真强》 李雪芹荧幕首秀给了他 玛丽也来给他盆唱 由大盆董陈鹏指导的电影《宝女平安》发布首支预告 超强演员阵容引起网友热议 该片讲述大盆饰演的目的销售 为平安为了帮客户解决困难 踏上让人哭笑不得的辟谣路 影片将于2022年上映 影片的幕后班底强大 大盆担任导演及主演 知名制片人陈芷熙担任该片总制片人 演员阵容更是让人拍手交好 脱口秀演员李雪芹将自己的大荧幕首秀 交给了这部影片 他在片中和大盆搭档 饰演平安兄妹 一口东北口音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满了 但是不够壮大 没有你的黑法多 黑法 他们叫迪迪魏 那来了呢 我们下期见